在华文的新闻市场或者是有品质的内容市场 只能靠市场 但这个市场被搞成了这样的一个垄断的状况 winner takes all的状况 我可以继续做内容 我也可以继续做好内容 我可以去写书 我可以去干嘛 但我很希望能够研究一下 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找到一条 就是像我一样的人找到一条活路 这个产权革命这件事情 就是土地革命嘛 它就是像互联网世界的土地革命 土地革命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就是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会很短时间内发生 我也不认为Web3会替代Web2 Web3只是会成为Web2的一个重要的补充场景 我并没有很有信心自己能走到那个终点 看到那一步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必须得往去中心这个方向去走 大家好 欢迎收听Web3Revolution 大家也听出来了这期节目的是中文进行的 Web3Revolution是一档探索Web3领域的播客 通过对话连接在Web3这场社会实验中 最前沿的参与者 行动者 创新者 投资者和KOL们 你能够在小宇宙 Spotify Apple Podcast等等 泛用性播客客户端收听和订阅我们的节目 这个播客是以教育和分享信息和对话为目的的 我们会尽量提供准确的行业信息 但是播客内容不作为投资建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Hana 今天其实请来了一个我非常敬仰 然后也是多年以来是网友的一位媒体工作者 然后同时也是一个创业 也是一个现在在创业的一位 就是怎么说呢 前辈 今天的主题是Web3能否和华语创作者经济连同生长 我刚刚提到这位前辈 他现在呢是在创建一个中文的内容生态体系 叫做Matters.News 是一个想要对中文的创作者提供更加公平回报的 推动这个中文的公共议题知识生产的这样一个平台 然后同时呢 这个平台也希望去给这个华语的内容创作者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经济上的回馈 今天我们的嘉宾的名字叫做张洁平 洁平老师您好 终于终于终于和您能够一对一聊天了 超级开心 我也很开心来到那个 我其实之前都不知道这个Web3Revolution有中文的这个节目 我真的很感谢有这个机会 然后我也是这个Mask的忠实粉丝 对因为之前我们的就是很多期节目都是英文的 但是英文的Web3这个播客内容领域实在是太卷了 所以我们会可能是以后定期会做一些中文的节目 然后把这个播客以中文音穿插的形式继续下去 好的非常感谢 其实就是我们要不然就开始聊Matters这个社群吧 然后这个社群在简介当中是以这个开放和共治 这样一些关键词来去运营的 然后它其实是 如果你想到就是一个开源的创作自制的一个中文的写作社区 然后同时呢就是AKA不是微信公众号不是微博生态的这样一个地方 那其实我们就会把目光去看到Matters这样一个地方 然后创作者你可以在Matters去写作发表阅读讨论 然后同时现在的一个理想状况是创作者能够在Matters 能够自给自足能够赚到钱对吧 要不然截屏给大家说一下就是 如果你对一个没有听说过Matters这样一个中文听众 想要去介绍你现在想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想去给大家介绍Matters或者现在这个社群 自己叫自己叫马特市或者马特市市民 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社群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现在这个生态是什么样的一个样子 好的Matters是一个 对就是你刚才其实说的都挺准的 就是是一个中文创作平台啦 就是如果是应该是说你如果是从不同的背景来到 你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最简单最简单的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写博客的地方 然后但是你写着写着可能会发现 就是你写的东西不完全存在Matters上 所以Matters如果比如说网站遭遇了什么状况 这个公司不干了对吧 然后但你会发现你写东西都在自己的这个节点上 就是你写东西是属于你自己的 它我们希望能够让你脱离Matters这个平台 依然能完全享有你自己写的东西 包含你的所有权跟你的收入 然后但是这是你写一写才会发现的 当然然后另外一个你可以在这个上面 积累自己的读者跟支持者 然后的社群 然后那这个社群跟你之间的关系 可能会比起社交网络要浅一点 但是比起一般的部落格 比起一般的博客要再深一点 因为你们中间是有这个赞赏 就是支持赞赏 就是真金白银的赞赏这样的关系存在的 然后第三个就是在Matters这个社群里面 你会发现 这有点像 我看到有人说它像一个世纪初的论坛 早期的论坛 就是像WebE时代的这个论坛 因为Matters上面 当它的内容跟写作者越来越多之后 它势必就开始需要治理嘛 但是Matters的选择是我们没有 我们其实非常少用到 就是现在至少过去这十年二十年 社交网络或者是机器筛选的这种 作为绝对主导的这种WebE时代的这种 发现方式 所以我们蛮多在鼓励社群去自制的 就包含就是Matters 其实只有很少的运营的战方 只有很少的运营的同事 但是非常多的跟就是战上规则的这个决策 其实很多都是由战上的用户做出的 就包含你比如说你发一个东西 到底有没有在歧视另一个人 有没有违反仇恨的规则等等等等 就是所以战上挺闹腾的 就是你会发现大家常常在争吵 但是它并不大部分时候 并不需要Matters战方来做 这个一锤定音的决定 所以很多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 如果在你用起来 你可能从前到深的 你可以只把它当成一个写作的工具 它就是一个编辑器这样子 然后它写的东西是存在你自己的IPFS节点 而不是就是Matters倒了 你这东西还在对的 然后你也可以再进一步去建立 跟你的读者之间的支持网络 然后你也可以再更进一步 一起参与到Matters大生态的这个社区治理里边 所以它就对我来说是个小国家 小小城镇大概这样的感觉 嗯 马特市对吧 你老是说 马特市市民怎么怎么样 对 马特市也很神奇 因为马特市是用户自己起的名字 就Matters一开始的时候没有中文名 我们其实没想出很好的中文名 我们就是注册了那个域名之后 就是叫Matters 然后我们曾经争论过一段时间团队 想过一堆中文名 还想过一个特别文青的叫在乎 特别的文青 现在说起来都觉得很羞耻 知乎的海外表妹 哦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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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确实是有点抄袭知乎的意思 然后又Matters嘛 就是它就是在乎的意思嘛 然后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太不那个啥了 后来我们就没有用 然后我们就觉得 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有英文域名的网站 如果我们的用户 我们没有做到让用户能给我们自己起一个中文昵称 我们就还是不要做下去了 就应该是没成功 所以但最后用户就是真的叫着叫着就叫出来 就是他们马特市啊 什么市长啊 市民啊 议会啊 建筑师啊 都是用户自己叫出来的名字 嗯 这是完全是一个 就是这种有机的一个 大家对于这个社群 命名或者是自己定义的一个方法 对对没错 嗯那其实 呃 我们回到这个 马特市 呃 最初创立的那个时间节点 2018年的时候 嗯 你当时应该是作为一个比较资深的媒体人 做了好多年的记者 呃 离开了一个已经做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中文媒体了 嗯 然后去呃 创 创立这个Matters这个平台 嗯 那能不能介绍一下为什么当初你想要去呃 做这样一个呃 就是网络的内容平台 做这样一个呃 Matters这样一个项目 然后以及呃 呃 我们等一下会聊到Matters当中的非常多的web3的一个元素 嗯 然后那么引入这些web3的元素是一开始就想好了策略 还是之后慢慢探索出来的 能不能就是把时间 嗯 我们把现在把时钟拨回到2018年 对对对 呃 呃 其实web3是做Matters的原因 就是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区块链的这个风潮 因为当时还没有叫web3的这个名字嘛 当时大家还是区块链啊 然后去呃 叫什么 Dweb 呃 什么什么 就反正有很多种过很多很多出现过很多次的不同的jargon 对 但是呃 但是去中心的网络技术是我创业做Matters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是冲着这个去的 那原因是呃 我觉得是因为我自己做媒体产业大概十几年 然后经历过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 就是从对呃 一线的记者编辑到到总编辑 然后就反正就是一个不同的位置吧 就是在这个产业我也做过好几年的freelance 就是专栏作者什么等等等等 就是做过不同的位置 我当时有几个蛮强烈的感受 我想想可能是三两到三三个吧三个很强烈的感受 一个就是呃 主流媒体就是彻底的在被这个社会边缘化 对对就是这个社会已经没有人在care 媒体在说什么了 就是新闻记者 因为我们当然我们所有的人都经历了这个从web1到web2的这个 从互联网从从无到有的这个转变 所以本来就已经是一个人人都有话语权的时候了 所以新闻记者你需要做到真的非常专业 就是真的非常特别的内容产出 很别人做不了的 其实你才有价值 不然的话你确实也没什么价值了 因为大家真的不需要你了 但是做到那些 那就这个是一个很整体的感觉 但是新闻业整体上内部还是在一个 古老的这个怀旧的幻象里边 就是我们在里边的时候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什么第四拳啊 什么这种那样的好像特别了不起 也喜欢看一些就是讲述这个newsroom相关的这些新闻 就是纪录片或者是这个电影什么的 就是就是有一个自己内卷的荣光吧 但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幻象啊 就是在社会上它已经没有 很多很多次的事情都已经验证 它没有主流影响力了 那主流影响力本身就是分非常非常分重化了 那当然所以我在自己做新闻行业的后半期 就也一直在想说那我们想要做quality journalism嘛 就有品质的新闻 就真的只有新闻专业训练的人才做得出来的新闻 那我们就专门做这个嘛 因为其他的大家都能做了 但你等你开始做这个就发现 哎活不下去 活不下去就发现这个活不下去 有一部分肯定是因为自己没做好 但有更大的原因是一个结构性的原因 活不下去 其实是在作为生产者的过程中 开始体会到 这个系统是有问题的 但这个系统的问题 是我花了蛮长时间才辨认出来的 我其实直到现在 我大概才意识到就是当不管是web1还是web2 就是开放了这个我们以前十几年前流行的理论叫常委嘛 常委理论嘛 就它似乎让人人都可以做内容生产 人人都可以做创作 它好像就是制造了一个很大的常委 但我觉得尤其是发展到web2 就是平台开始垄断之后 其实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有常委 但常委活不下去 只有头部才能活下去 常委是活不下去 常委可以存在 但是常委没有办法养活自己 就是这是一个 我觉得等到社交网络开始向这个大平台集中演算法 作为主要的这个筛选机制 就是很多黑箱机制开始出现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这样的状况 就是winner takes all嘛 就是你就是进入了一个赢者通吃的世界 那新闻有质量的新闻 绝对是常委中的超级这个小众的商品 那它就是活不下去 这个是我在经营媒体的时候就遇到的状况 所以我当然就会同时就会开始想说 那它作为一个常委的新闻 作为一个常委的内容产品 到底要怎样活下去 如果是系统的问题的话 系统要怎么样去改造 对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焦虑感 是来自于 我觉得在华文世界做新闻吧 有一个特殊的焦虑感 就是你不像一个 西方世界它有很庞大的支持体系 是从国家到民间 然后到基金会 到大型的企业家 很多很多的 就公民社会很完整吧 所以就非常非常多的机构 民主的政府去支持这些比较有公共价值的内容 它不是真的需要靠市场支持 其实很多我们喜欢的那些大的新闻机构 或者新闻品牌都不是靠市场支持的 所以他们可以这样 但华文世界非常困难嘛 就我们众所周知的原因都非常困难 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靠公部门 我们也没有办法靠大型的基金会 跟企业 也没有企业 也没多少个企业敢做 或者愿意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变成在华文的新闻市场 或者是有品质的内容市场 只能靠市场 那但这个市场又已经被搞成了 这样的一个垄断的状 winner takes all的状况 那当你想要做好内容的时候 所以我后来的状况就变成 我可以继续做内容 我也可以继续做好内容 我可以去写书 我可以去干嘛 但我很希望能够研究一下 到底有什么方法 可以让我们找到一条 就是像我一样的人 找到一条活路 就是这是要系统性的去看的 其实区块链也好 或者是去中心的互联网络技术也好 是在这个时候 就是在我看资料和跟朋友聊天的时候 出现的 就是我其实到那个时候 才开始倒过来去看比特币 看所有的这些历史 因为我有几个做技术的好朋友 是他们自己很在这块 我是很早就意识到 这个事情的潜力 但是这个潜力 我的意识是很抽象的 就是我看到你有问题 提到我学经济学的 就是我有很早就意识到 这是一个产权革命 对就是这个产权革命 这件事情 就是土地革命嘛 就是它就是像土改一样 它就是互联网世界的土地革命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潜力有多大 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 这个市场垄断的状况 其实一场土地革命就会全部翻转 但当然土地革命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就是我根本不觉得 它是一个会很短时间内发生 它可能也不是会完全 web3也从来 我也不认为web3会替代web2 web3只是会成为web2的一个 重要的补充场景 这是我自己的观点 对 我同意 对对对 但是就是 但我当我开始在苦恼 这个对吧 像我这样的内容创作者 怎么sustainable 体面的活下去 而且是透过市场 不是透过谁的资助 因为我们在华文世界没有条件得到这件事情的话 要怎么办 那产权革命 就是改造互联网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方向我是非常有信心的 我并没有很有信心自己能走到那个终点 看到那一步 但是我觉得这个方向是对的 必须得往区中心这个方向去走 所以当时应该刚好有一波牛市吧 然后反正就是刚好有 就是有 因为我也知道牛市 就反正牛市熊市这个转换 就是你得抓住牛市的机会 去得到资源 去做第一个实验嘛 所以2018年的时候 我非常相信这个方向 而且我觉得 要朝这个方向走 要找出路来 就得走了才有路嘛 就是你就是得不断的去做实验 不断的犯错 反正总之你就是得一边做一边 才知道下面应该怎么做 所以当时就跳进来了 但当时跳进来的时候 我对自己要做什么 就是我对Matters到底要做什么 其实是不清楚的 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是花了 大概我们花了四年的时间 才大概比较知道 暂时的知道 就是在这个方向上 social也好 内容也好的基本形态 在website的基本形态 可能是什么 就creator economy的基本形态 可能是什么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不知道的 但一开始的时候 我自己是相信 不管你知不知道 反正方向是这样 然后让用户写的东西 属于用户 用户跟用户之间 可以不依赖你的系统存在 就是有些基本的东西 然后我是相信得有人用了 所以我在一开始 没有真的很建议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web2 还是web3 是不是一个 是不是 是不是不够deweb 是不是不够decentralize 我其实不太在意这件事情 但我在意就是说 你得一直有真实的用户 跟着你一起成长 然后那这群用户 最后最后会变成你 就是要跟你一起 把这条路找出来 你不能是一个抽象的 从上而下的经济模型 或者是任何的土地革命 在现实世界中 也没有这样的 对 所以我好像也没有 真的那么焦虑 就是所以变成 大家看到的metals 也是蛮奇怪的 就是好像一开始 就是真的只是做了一个 把内容存在dweb上的 blogging的platform 这样子 然后慢慢慢慢慢慢的 再找自己的方向 动一下实验 信一下实验 这样再做 对 我觉得这样的探索 其实对于中文的 内容创作平台 是特别重要的 因为你总需要 有这么一群人 他既想要站着创作 对 你想要 站着把钱赚 站着把钱赚了 就是这个事情太重要了 是的 我觉得 就是甚至我觉得 就是当我们在 不谈论房间里面的 好几头大象的时候 是的 当我们就是 就不能谈论这些大象的时候 我们仍然就是没有办法 就是当在大象 把这个房间的 一些缝隙都 这房间的整个空间 都占掉的时候 我们仍然就是 需要去找一些缝隙 是的 因为我们 我们需要活着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呼吸 对吧 对 我们需要创作 要开拓出这个新世界 因为我们真的是 没有 没有办法 没有人会养我们的 对 就是这么简单 对 那刚刚 杰平你刚刚有提到 一些这个创作者经济 然后以及你想要 通过这个去中心化 或者web3的一些经济模式 去给一些内容创作者 一个更好的 一个更公平的平台 让他们就是 quot and quote 能够站着把钱赚了 那么 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看到 我看到 Matters.News 这个平台能够让我之前 我是2018年就注册的 一个老用户 让我去连接我的钱包 我可以通过 这个自己的加密 钱包的方式 去把我的这个 钱包和之前的账户 整合起来 然后通过钱包 去登入这个Matters 然后这肯定是 就是Matters 步入去中心化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 那你能不能 就是给大家 稍微介绍一下 现在Matters走到今天 这个创作的经济 是怎么样的 然后你如何通过 就是创作者 或者是读者 以这种加密钱包 登录的方式 去把他的这个 金融的 金融的整个的 这个面向 去整合到 这个Matters的社群 对我们其实 正好在做这一步 就是因为Matters 是蛮早 我们做的几个 比较关键的 除了就是 大家都在用的 编辑器等等之外 几个比较关键的 跟跟Web3 有关系的节点 一个是当然 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内容储存在 这个IPFS上 就这是一点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也是蛮早 2019年吧 就接入了 Litecoin 作为一个加密货币 你可以在站上去进行转账 但是那时候还没有连接钱包 那时候也没有那么 我觉得要不是因为NFT的火爆 其实也不会真的有那么多人有钱包 然后 然后当我们蛮快的实现了 在Matters上 就是作者跟读者之间的小额打赏 就是你可以用法币 也可以用Litecoin作为一个加密货币这样子 这个是已经运行了大概 应该是两年左右吧 就是挺长一段时间了的 然后Matters上的数字增长里边 其实最让人 对我来说最有那个 就是最感到惊喜的 就是这个支持 就是这个赞赏 这个数字一直一直一直在增长 而且它不受任何的影响 就是我们比如有些 有些用户的增长可能会停滞 或者是用户增长可能一直在进行 但是留存的增长可能会停滞等等的 但是只有这一个数字 是一直一直在增长的 然后现在大概好像站上 我们前两天在算 好像有大概40万美金的这个GDP在流通 就是是蛮 而且很少人提现 你会发现站上的人 在站上收到的这个钱 他就会再回到站上去打赏给别人 这样子 然后但是就是不停的有人 一半是法币吧 一半是加密货币 我们现在的比例大概是这样子的 所以就是 而且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港币的 这样的量在流通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蛮神奇的 然后这一点让Metas有了一个蛮好的基础 去往下一步走 就是说你透过打赏的这个 Graph 就是这个打赏网络形成的 这个social graph 其实你已经可以看得出来 一个小社群的样子了 就是比如说我作为一个作者 我在Metas上写了八十多篇文章 我收到了大概三百次还是五百次的打赏 然后其中有超过 给我打赏三次的人 大概有超过三十个人或者五十个人 就是这些人跟我的关联 其实已经形成一个小社群 我们只是没有把对方辨认出来 那这是我们接下来其实会主要朝向的一个方向 一方面是给所有的用户接入钱包了 就是大家可以直接用钱包来使用Metas 现在已经可以了 然后另一方面就是用户跟用户之间可以直接开通 就是直接用USDT来进行相互的支付 不需要再透过Metas这个平台 但是刚才的那个社群关系是从Metas上沉淀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我跟我的五十个死忠粉丝 在Metas上已经形成了这个关系 那其实我们之间要想要进入 我如果想要对他们进行更主动的运营 或者他们想要对我进行更主动的支持 我们如果这个社群能够让它在Metas上 以产品的形态凸显出来 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这个关系已经存在了 只是它现在比较隐形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整体的一个大方向 就是我会希望 我想应该怎么说 我会希望Metas的单位是社群 就是是一大大小小的社群 可能这也是我对Web3的想象吧 有点像是一个小国寡民的这么一个模型 就是因为我其实是相信 应该是说当我们说内容产业的商业模式 就是说白了就是你的钱从哪里来 支持者是第一步 就一定是你来自读者的这个 你来自你的内容IP的这个第一批读者的这个 Direct Pay绝对是第一步 然后再往后才是等你影响力扩大之后 你可能会有注意力的经济带来的收入 广告等等等等 然后再往后才能谈到谈到分配的事情 你总得有收入才能谈到分配嘛 不然你分配个啥就是那个钱从哪来 没有钱再怎么怎么去实现公平的分配 所以但第一步这个支持者网络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 我这个是我觉得Web3会比Web2 就是因为如果你看Web2的这个 大的内容产业在Web2的这个 大的模型吧 就是基本上可能比如说七成左右是广告的收入 三成左右是内容就是使用者直接付费的收入 这个Direct Payment的收入 而且这个三成是其实过去十年是上涨了非常多的 因为Patreon的流行Substack的流行 就是大家都开始知道要把流量回到私领域嘛 就大家都开始知道不想要把这些流量免费的贡献给 脸书啊微博啊这些平台 都开始希望能够跟自己的读者建立直接的关系 所以其实这个比例是在过去十年的内容产品 就是内容产业是上升的非常快的 包含媒体开始推订阅制也是一样的 就是它整体上都在抬升这个比例 就是更多的人开始直接付费 但是它的天花板还是很低的 就是它应该没有到30%那么高 我之前查了一个数字 其实没有到可能20%或者15% 其实它整体的比例还是注意力经济是绝对主导的 广告是绝对主导的 但我自己是觉得 对我来说web3最大的潜力是 我觉得它会把这个15%的这个天花板整个往上抬 我不认为它会取 就是广告依然会是最主要的商业模型 但是我觉得web3它会释放出资助者 变成投资人的这样一个潜力 其实我们做看NFT已经非常明显了 我觉得如果说web2相对web1 或者是如果web2相对web1 它释放的出来的是读者作为作者的潜力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是作者嘛 但是我觉得到web3其实它释放出的就是 我们之前只能是一个被动的捐助者 被动的资助者 但我们现在这个动作 我透过我可能本来是支持你一个纪录片的众筹 或者支持你一本书的众筹 但我现在是买你一本书的一个凭证 一个NFT一个啥 但我这个动作瞬间就变成投资了 我投资的这个东西是可以卖掉的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极大的激发大家去投资这件事情 它会带来非常大的投机的潜力 它也会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会给创作者很大的空间的 就是它会把那个direct payment的这个比这个在内容产业的整体天花板往上抬 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让我觉得兴奋和有希望的这个前景 那对Matters现在来说就是我们现在有这样子的就很简单 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支持网络已经出现了 我有我透过看多少人给我打赏 假设我设了三次作为门槛当作他是我的忠实读者 我可能已经有30个支持者了 我可以给我这30个支持者空头截屏的NFT对吧 之类的 然后其实这个社群就出现了 它可以卖啊 这个NFT它也可以卖掉 如果他哪天不喜欢我的话 他可以把我的NFT卖给其他人 这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实这个社群就已经出现了 那我可以 当然我可以Matters可能可以提供更多的工具 让我可以更积极的运营这个社群 我也可以布 我就是在这里写 我其实希望Matters能够给创作者提供一个建立被动社群的方式 他过去是建立被动收入 因为我觉得对创作者来说 老实说建立社群真的太累了 就是太太太你就像你要去OpenSea外个东西 然后你要去开个Discord 这是有多少创作者能做这样的事 除了公司才能就又会进入一个赢者通斥的状态 我是希望了Matters能够做到的是 对一个创作者来说你就写 然后你的被动收入跟被动社群 其实就是在这里慢慢的积累 有一天你想要把它转成主动的 你想要运营它 我们可以可能给你提供更多的工具 或者你可以用其他的工具 但是你的第一个被动社群 跟第一笔被动收入就是在这里积累起来的 这个会是我很希望看到的样子 那这个是在讲这个支持者跟作者之间的这个关联 把支持者变成一个更主动的角色 那另外就是在Matter现在有十万个注册的写作者 然后那这个大平台是有流量的 它现在的流量也差不多就跟 没有付费墙的端差不多 就是其实是它相当于一个中型媒体的这么一个流量 那如果它想要有广告它是可以有的 我们之前从来没有引入过广告这回事 就是因为你找不到这个广告跟社区利益的平衡点 但现在其实变得很清楚 因为如果Matter作为一个整体去接纳广告的话 然后其实这个广告就是可以以一个分配机制去分给社区的 就这个是web3可以做到的事情 然后包含如果我是一个作者 我刚刚说我有500个人给我打过赏 然后有其中50个人是我的忠实粉丝 然后因为在Matter上就是如果你是我的粉丝 就是如果你给我打赏 其实是你会影响到我在Matter上的这个排序的 我们的排序跟这个真金白银的打赏是有关的 其实算法是有关联的 也就是说这50个donator 它不只是donator而已 它也是我的curator 它也让我的曝光不断的增加 所以如果我的个人页面 在Matter的文章页面下面有广告的话 我可以让它自动分给我的这50个支持者 就是分配是这个意思 但分配的前提是我得有收入 对所以我们现在大概的这个方向是这样的 就是基本上希望构建支持者跟作者之间的这个社群 然后要让作者把它整体的收入分出来给这个支持者 然后要让Matter社区就作者们的总和获得的整体收入 要分给所有的支持者跟这个作者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方向 刚刚你提到了就是Patreon还有Substack这样子的模式 就比方说Substack我记得我很早之前 就在Substack获得这个A16Z的投资的时候 我大概就看过一些关于他们的报道 我算过一笔账 就当时Substack的一个头部的一个写作者 他通过Substack把自己的这个newsletter分发出去 比方说他这个newsletter它是付费的 是一年的这个订阅的这个价格是100美金 他只要有1万个付费的订阅读者 那么他一年就会有 我数学不好 就非常大量的 对已经就是1万个读者 然后如果是一年是100刀的话 100万 100万就100万美金 对对对 头上逗大的汗珠流出来 100万美金 对这其实就是当时我记得Substack 好像是从这纽约时报吸走了不少 这纽约时报的一些专栏作家 就是因为你如果真的就是粗略的算一笔经济账的话 在这个Substack上做一个全职的这个写作者 其实都要比在那个纽约时报做专栏作家要赚得多 就包括当时我记得写这个Bad Feminist 这个Roxiana Gay 然后他就等于说是举家搬迁到这个Substack上面 是的 对对对 那这个问题其实回到马特斯 回到Matters这个内容创作社群 这个生态当中就是提到的 就是最最头部的创作者 就是股东最多的创作者 你觉得收入大概有多少 你说收入是吧 我们还真没有统计 我们要我们现在有看得到的是单篇文章 最多的是大概两两千还两千五百美金吧 就单篇文章 然后我们有看给出最多的 真的给了很多很多钱 花了有能有能有能有七八万港币吧 在在Matters上 然后但是最收总收入最多 我还真没有统计这个数据 我们有文章跟 我可以再去看一看 然后之后 对但我们现在再做一个Podcast 没有之后发给你这回事 对对 但是基本上文章反正是 获得应该是说获得真金 就是获得法币加Litecoin赞赏的文章 大概是三万多篇 然后获得Litecoin赞赏的文章 大概有二十万篇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量级 嗯明白 然后刚刚你也提到过 就是很多是收到这个打赏支持的这些作者 可能体现的比例不是特别多对吧 是可以这样理解 收到 你说收到打赏作者的 收到 十分之一吧 确实是挺多的 嗯明白明白 那你提到的这个内容变现机制 就是你刚刚提到的一切 算是就是Matters推出这个维路计划的一部分吗 呃维路是我们中间的一个实验 但是维路没有再往前迭代 我们现在呃嗯应该是说维路 我觉得坦率的说 我觉得维路是我们中间走过的一个弯路 就是应该这个弯路应该怎么说 就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应该要建立起这个创作者跟读者之间的支持社群这件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我们一开始做维路的时候 就是用一个产品来体现 就是让作者去新开一个维路 但我们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于说 呃它其实对大部分的创作者来说还是太重了 因为就像substack跟patreon一样 其实呃你刚刚举的例子 包括我自己也有一些 我自己也用过 也就是不是我个人了 我有帮一些子品牌去做这个substack的规划跟运营 然后就是事实上包括patreon 香港非常非常多的呃这个被失业的记者们都在开patreon 但其实是很难的 就是对一个就是刚进去是非常 就是从零到一积累自己的社群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呃它尤其对mothers上的作者比较多是 你可以说是腰部以下的苏人作者吧 是有一些头部作者 但不是真的那么多 我们总体来说是对腰部以下的作者比较友善的一个 就是你可以比较容易的在这里打开局面 那对但对这些作者来说 其实去开一个从零到一的开一个维路 说我先要开一个收费的呃机制 然后你们来吧 其实是我自己意识到这个不是真的真的那么容易 但是真的很容易的就是你开始写了文章之后 呃就是刚刚说的就是你就是半年左右 大概就会积累起一批常常给你打赏的人 这个动作比你开一个围炉 说你现在来吧要自然的多 尤其是对没有太多知名度的新作者来说 就是他更自然就是你因为人的人的这个粉丝 其实是这样积累起来的 你就是每天在街上唱一首歌 粉丝慢慢的就来了 如果你能把每天在街上唱一首歌 给你投币的人的那个币跟那个人对应起来的话 你的粉丝就来了 你并不需要透过呃 我现在也开一个新的演唱会了 然后那些曾经跟我投过币的人你们都来吧 其实那个时候已经 我觉得已经已经会流失掉大部分的人了 哎对我对我现在比较想做的就是说 这些给我投币的人 因为因为其实我们很容易追踪这个币是来自谁 然后给我投币的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个 我的类似于NFT之类的东西 然后这个社群其实就已经在这里了 我可以我可以不浪费掉每一个给我投币的人这件事情 嗯明白 我其实作为一个小小的内容创作者非常理解 就是你刚刚说的 为什么围炉计划它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一个弯路 因为可能就是在你你到这个计划当中的时候 其中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对你创作心理上的一个阻碍 就是你这个围炉计划当中有多少人是围在你这个炉子边的 当你就是把这个目光转移到这个的时候 其实和你一个自发的一个内容的创作是完全不一样 比较相悖的一个比较相悖的一个感受 对是的是的没错没错 我要在街头开一场演唱会我开始 我有我就设了一百个座位 我要填满它不然我就会非常尴尬 跟我就是走到路边唱首歌完全不一样的状态 对对对以及很多就是写作者他写着写着才发现才有读者 他是一个本身写作他是一个自娱自乐的事情 是的那有读者是一个是个bonus point 是一个让我觉得开心的事情 但是不是一个非常必要的事情 我觉得当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是从创作者来说 一个更加自发的健康的有机的这样的一个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我觉得尤其是写吧 因为我觉得读者也很清楚这一点 就说白了如果有个写作 当然我觉得新闻类啊或者就是要采访或者是纪录片类除外啊 但是如果有一个小说作者跟我说 我现在要开一个计划 你给我钱我就去写 我觉得你肯定写不出来 就是如果你有钱才能写的话 我才不会给你钱对不对 对是的是的是的 这个东西一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一是不能要permission 二是不能有任何的期待 是的是的这样子反而是 对所以我觉得被动收入也好 被动粉丝也好超级重要的 对维持一个相对纯粹的创作状态 然后而且让他能在压力小的状况下 尽可能多的产出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然后另外就是 就是说到刚刚我们就杰平刚刚提到了一个 就是NFT这个概念 其实说实话就是回到 我就是这么多年以来关注你的这个创业历程 其实我特别欣赏你就是你有风口 你就可以往上走 就是你不会就和其他的很多 不是不是我说难听话 就是和很多其他的新闻从业者或者是 新闻就是像你这样子有这种新闻从业经历的人来说 就是你不会对风口这件事情有很强的一个拟大感觉 你没有洁癖 对你没有洁癖 我特别特别特别appreciate你这一点 然后也是可能也是因为你这个特质 所以我们一直能看到 就是在我这么多年关注Matters的这个 这么多年以来能看到Matters一直是在 就是在去捕捉一些风口 然后就包括你去年发行的这个 自己这个生态NFT 就去年是一个NFT全面爆发的年份嘛 对对对 不管是它这个整个概念的出圈 然后到因为NFT这个效应导致 这个注册钱包的人数激增这件事情 对 那你能不能讲一下就是Matters 他做的这个NFT的尝试是怎样的 就是我们现在暂且不说NFT正在经历 或者NFT和整个人外的加密行业 经历一波大熊市 然后我们再不去讨论这个大熊市的这个前提 我们不去讨论NFT价格的这个时候 那么给大家稍微就是聊一聊 你当时是怎么去开启这个NFT的计划 然后以及这个NFT是一个怎样的一个形态呢 好的 当时对 你说的很对 其实我们就是发现 这个当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去年下半年之前 在推广Matters的时候都很不会去提到 就很避免提到 因为你会发现很多创作者不喜欢听到区块链啊 什么这些词 就是你跟他说 我们是个区块链写作平台 他们就觉得你是骗钱的 就是基本上处在这个状态 然后但是去年底就真的很 去年下半年就确实是因为NFT的原因 让整个这个加密产业吧 就非常出圈嘛 然后我们也会觉得 我们自己就是 我们自己团队其实也 应该是说需要练习吧 就是我们自己一定要 因为NFT的社群属性很强 然后Matters本来就是个社群 我们应该给我们这么多年 不管我们不相信 我们不是骗钱平台的这样的一些忠实的 马特斯市民一些就大家都在发NFT嘛 那你们也应该有Matters的NFT 其实我们当时想的很简单 就是我们我们已经是个社群了 所以我们应该给社群空投一些代表 象征着身份的东西和礼物 有价值的礼物这样子 对所以最初是从这个原因 然后团队我觉得也需要练习 就是去理解现在这个NFT的新的玩法是什么 他想因为他17年就有这个概念了嘛 但是到去年大爆发 其实大家才会开始进入到Discord呀 什么等等等等 就这些生态的玩法才会出现 所以一方面是团队要练习 另一方面觉得对 Matters社群应该有Matters的礼物这样子 然后呢从开始有这个想法之后 到真的要发就觉得 那这个NFT的主题是什么 那要把Matters的logo一千张吗 然后好像应该需要一些需要一些IP吧 但Matters又不是一个媒体属性很强的东西 就它不是一个 就Matters品牌本身不是一个IP属性很强的 它是个平台属性很强的 那到底哪些什么样的形象是代表Matters的 可以出现在NFT那张画上的对吧 因为动漫啊什么的很简单 你就是有人物什么的 那我们的这个马特市难道是印一个城市的图景吗 就我们其实讨论了一圈 后来就说那既然这样就让社区 也还是让社区来决定吧 所以我们其实是在发NFT之前 是在Matters上发起了一个小说连载 一个应该是说原宇宙的创世纪小说的连载 我写了第一篇就是开头 就是马特宇宙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踏上从银河宇宙到马特宇宙的征途之类的 就是有点是前传吧 就是我用一个银河宇宙的很多比喻来比喻了这个Web2世界的问题 但是都没有点破 所以后面的人好像也不是这样理解的 对但anyway就开启了说好 所以我们有一群冒险者踏上了前往马特宇宙的征途 然后这个故事就停在这 后来就开放给就扔到社区上让大家连载了 然后结果就有应该是300多篇吧 还是500多篇 反正非常非常多的连载 而且插出了非常多的支线 以至于我们的管理员需要每两三天去定期的整理 我们还为此开了一个马特宇宙档案馆 因为后来查出的支线有点多 就是可能你发展到马特宇宙的第五篇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三个故事版本 然后每一个故事版本都有人在往下接龙 总之呢这个就疯了 就有点收不住了 就fork了 对对对对 就硬分这样的很多条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其实是从中间提炼出了一些 根据用户的创作和我们相当于设计师的提炼 就提炼出了六个冒险者的形象 就大家反复提到的一些特质 叫travellogger嘛 就travellogger是一个会写blog的travel traveler这样子是一个我们发明的词 其实就是用这个六个travellogger的形象 六个冒险者探险小人的形象 然后他们身上有不同的装备 这些不同的装备代表了某些创作者的特质 比如说有些人身上有伤口 就表示他真的很爱冒险 有些人是身上有个钟 表示他是个拖延症患者等等等等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从社区的创作中间提炼出来的一些元素 就是这个马特宇宙的六个小人的代表人物 我们就终于找到了一个形象 然后就以这个来发了1500个NFT 基本上是从这里来的 那从这里就是一边往一边就是开始做的时候 又在想说我们要给这个NFT怎么赋能嘛 对吧就是难道它就是一张卡牌 让大家买了就算了嘛 然后我们就又想了一步 就是说那Matters是一个写作平台 然后travellogger的NFT的故事原型是来自社区的共创 那NFT的本质是一张凭证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在上面写东西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容器 就它除了它是张卡牌的同时 它是一个容器让持有它的人可以在里边写东西 然后这个写的东西会跟着这个NFT一起流传到下一个人 你就可以让每一个持有者都往里边添加一个东西 就是一笔记录这样子 添加一段内容 所以这个是我们就后来就开始想说 那travellogger可以作为一个像航海日志一样的日志本 它很像一个航海日志了 就是每一任船长都可以在里边添加一笔记录 添加一段内容 那这本来就是也跟Matters的作为一个写作平台的属性相符 anyway 所以后来我们就给travellogger最大的赋能 就是你是travellogger的持有者的话 你就会有一本logbook 然后你可以在里边写东西 然后你写的这个东西 你可以它就已经是一个NFT 就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了 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就是就是连串的想法 就是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从我们想发一个NFT到 其实就是不断的从社区的动作中间提炼出元素 加进去的这么一个状态 然后但这样子做的前半部分主要是为了 试着发NFT以及给社区一个给社群成员一个礼物 但后半部分那个在logbook里边写下记录这件事情 其实是我们团队想要练习就是不同类型的 应该说共创的智能合约怎么写 对就是如果要很多人一起共创共同持有一个co-ownership的话 这件事情到底能不能实现 就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在Metal上做大规模的实验 所以有点像说我们用logbook来做一下这个在合约层面的实验 其实其实是实验属性比较强 嗯明白明白 我看到就是这个NFT这个travel blogger这个PFP 他这个画风也是非常web3 native的感觉 就是一种像素风的就是和现在比较火的这个nones 对对对对 这种CC0这种 对 这种这种这种头像属性特别像 并不是走精致路线的 对 不是走精致路线 是非常走的这种比较低线 web3 native的这种路线 嗯嗯嗯 也完全能感觉到就是你们整个这个团队背后想要发PFP后面这个团队 其实是的确是有在做很多这种web3社群的一些实验研究 对对对 在在在做这些这些这方面的工作的 嗯那其实我在看到Metalers的时候可能我就是在在在大家提到这种web3内容创作 嗯这几个字的时候可能脑子里面就会浮现出来 嗯一些我不能说是竞品吧 一些类似的一些嗯嗯嗯一些产品比方说Mero 嗯嗯嗯嗯那其实我我其实想想和你聊一下Mero和这个Metalers的一些区同吧 嗯比方说在Mero上面来说 嗯我们是没有我们是看在Mero上它完全是一个发文的平台 嗯像是一个发文的基础工具 对嗯是上面是没有这个订阅啊读者信息跟踪阅读量等等 等等的然后也没有这种curation和这种呃 呃门户的功能嗯但是你如果进入到Metalers的时候 你完全能感觉到像是一个市民市民广场那种感觉是一个是一个马特市对吧 嗯你在这个马特市上能看到街上有汽车在走 嗯有有有有有有这个公交车然后有有小汽车 然后市民在街街头走你能看到是有一个门户的网站 然后有门户的一些内容嗯有一些就是像你说的这种头部的中部的和腰部以下的一些创作者们嗯嗯在上面是有一个一个一个互动 然后嗯有上面有非常多信息和动作就是能不能就是聊一下就是嗯就是Mirror和Metalers选择这两个不同的路径的嗯嗯一些嗯从你这个角度来说的一个好坏或者是嗯嗯你自己是怎么看的呢 我觉得嗯我也很喜欢Mirror的这个选择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选择吧就是这是一个很呃从产品上来说是一个很纯粹的选择因为确实做减法是最难的嘛就是你你果断的做了一个我只做这一件事情 然后我要做基础设施然后其他东西交给社区来做这个决定 呃我觉得我其实我们自己团队有讨论过就是说如果Metalers是两年以后再创业就是 web3的这个嗯这个整体的这个呃呃呃怎么讲就整个的landscape更清楚的话我们会不会更加专注一点 只做某一个类型的产品呃我但我自己觉得因为Metalers的创业团队的基因的内容属性蛮强的于我本人对呃呃所以我们其实是非常从 就是应该是说我们从一开始我追求web3的这个去中心的方向 但我没有从一开始就没有要做一个原原教旨的web3产品就这件事情不是我们的核心我们的核心是web2跟web3的工具加起来要能够给创作者要能够给用户创造价值这件事情 所以就是所以我我可能没有办法那么我你可以说是大胆吧就是去做这个呃呃只做一块然后让用户其他东西就都先都不管他这件事情 就所以对我来说你你看到Metalers从一开始哪怕他是一个非常简陋的bbs的时候他也是一个相对来说呃就是你至少可以在上面跑通发文跟发现 然后跟转转发然后跟形成评论社群的一个最小规模的小小的支持体系然后到后来加入了钱加入了金流等等呃所以就对好像我觉得是这个核心的核心的出发点不太一样 那对我来说就是我们需要用web2的工具需要用web3的工具就是最小规模的支持网络长什么样那就都用上 然后web3的潜力更大就是他有一些新的刚才讲到的他能让自助者他能让你的支持者变成投资人那这个就就就加上就用上 对但是就对就好像那个出发点是我得让创作者从一开始就有一个哪怕是很小很小的支持网络这件事 就所以我们常常会被人说你不够web3对但我不是太理解我其实不是太我其实个人不是太理解这件事 就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就是web3本身或者我不太希望web3本身变成一个教条吧 对但我还是很喜欢我还是很喜欢mirror这个产品了我觉得就是真的是基因不太一样对 对我同意就像是包括很多因为他mirror他也是一个开源的平台是的 很多的这个创新者很多的这个开发者是在mirror上面已经建了一些东西对吧 已经build了一些东西了然后最后mirror的核心团队才意识到说 哦原来就是这个新的东西在我们在我们在我们平台上搞出来 那我们来联系一下试一试就是已经很多东西已经建好了 然后mirror的核心团队才反应过来然后才去reach out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这种其实这种发展方式 其实Matters也是就是Matters上你现在看到的很多功能 其实是Matters用户开发的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资源很有限团队数量就是迭代速度很慢 常常有Matters的用户就在骂说那个这个事都已经说了三个月了怎么没有任何动静 然后就会有其他人说Matters是我们共同的Matters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参与到建设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到这个概念 但是我觉得大家就是Matters上很多翻译的功能 然后很多那个自动排序的功能 很多什么减反转换就是有挺多的功能都是用户开发的 然后然后其实也是他们开发了一个开源的小工具放到写了写了篇帖子 然后我们就会也会联系他然后把它就是串进我们的系统 对其实Matters上很多是这样的 我觉得跟mirror一个很大的差别是资源了 对我觉得他们的融资能力真的太强了 这点真的是因为所以才可以有这么大的声量 跟这么大的就是其实是这个他们要做到的这个产品的程度 就是这个团队的资源是很关键的 对因为就是刚刚我们聊到这个mirror这个性质 所以其实从mirror衍生出来的这个开发者社区 然后到他一系列的一些工具 感觉是那种遍地开发的这种形态 你以后会不会预见到就是Matters也会有类似的一个场景呢 其实会的 我觉得是我是很希望是这样的 因为其实现在是 但我们现在的这种比如说用户对Matters的这些贡献的表现方式 这就是他们会发一个帖子然后把自己开发的工具的GitHub地址挂出来这样子 其实是非常不显性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们没有搭一个给用户来参与共建的这样一个道的平台 一个基建的平台 就是一个让大家可以发布的这个平台 其实也没有 对所以但这个我们我们是很希望做的 包括现在其实也是因为有一些用户跟一些合作机构 比如说Matters有人在帮Matters开发Matters的客户端 就是一个更去中心的客户端等等等等 对这个方向我是非常非常赞同的 我只是觉得可能对我来说只是就是那个那个用户的体验 一开始的这个支持网络的这个完整的体验 这件事情很重要就你不能说我只能发然后看不见 对广场对我来说也很重要 可能因为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因为我是做媒体出身的吧 而且我们会我们整个团队都很在意公共空间这件事情 我也不是很这个迷思这个执念有点深 就是我们会相信在Web3它是一个去中心的世界 每个人应该有更加独立的存在 就是你的身份也好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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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入也好你的你的所有权也好 都是属于你自己嘛 但在这种状况下人跟人的连接更加关键 以及在Web3世界的公共空间是什么样子 这个是我们整个团队都非常好奇希望去探索的 那个所谓的分配的问题就是当这个公共空间能够共同创造价值的时候 它怎么样能够合理的分配给大家 所以所以就是我觉得从Matters的团队基因来说我们不太可能从一开始就放弃广场这件事 就所以我们就就对一开始它就是个广场 对我同意我可能2018年刚刚注册Matters的时候给我的第一的感觉就是当时 就像你说的没有Web3这个概念在 我当时对于Matters的理解就是一个你的内容存在区块链上的这么一个论坛 对对对对 是的一个广场对 然后现在如果你再进去的话你可以把它 它给我的感觉仍然是一个一个Web1就是BBS时期论坛时期的一个公共讨论空间 遇到Web3现在是给我的是这样一个感觉 那就是你能看到就是Matters上有很多非常Matters的一些尝试 就比方说这个在场这个非虚构奖学金 我觉得在场就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有这个Matters气质的一个尝试 那么就是然后你也提到了就是你这个在场的这个非虚构奖学金会鼓励更多的这种非虚构写作 然后他也会尝试以这种去中心化的模式或者一道的模式去运作 那么稍微就是讲一下就这个是这个尝试是现在你觉得是成功的吗 或者是你觉得有没有达到你当时的初心 在场是对在场是Matters孵化出来的一个比较以就是它的产品不是那么强 它的运营比较强的这么一个项目 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为了分门别类的服务Matters上的独立记者 或者是非虚构写作者 头部的独立记者或者非虚构写作者这个群体吧 然后那当然它来自于我本身的经验就是 我们刚才讲到在中文的世界在华文世界吧 就是这个如果简单的说就是当非常多的记者已经脱离它的机构 变成这个常委市场上的一些零工的状态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就是不光他们养不活自己 然后他们在专业上在其实包括在专业上其实都是非常缺少支持网络的 然后这件事情又还是要回到市场的方式去解决 我们得我们得建立起一个可持续的支持网络 那对他们来说只有一个发布平台 有一个编辑器有个钱包是不够的 他们需要有更细腻的支持网络 比如他们需要有资源 就是有比如说来自读者筹款 就是他们需要这个钱 这个钱是写完文章发表之后才得到 其实是不够的 因为因为记者需要采访嘛 就是这个需要做田野嘛 就是我觉得这个是非虚构写作跟小说 或者是跟写评论最不同的一点 它需要预先得到资源 才能够去开展它的田野 所以它需要有资源 然后它需要有编辑 它需要有给它意见的老师 它需要有就是跟它切磋的同道 这不是一个你给Metas这样一个工具给它 它能获得别人的这个赞赏就够了的事情 是不够的 所以就是所以在Metas之上 我们就构建了在场这个计划 它其实简单来说 它就是一个非虚构写作奖学金 但是它的奖学金 除了就是接收申请 然后选透过评委的公开的评审 然后来选出这个最终的得奖者之外 它会给得奖者去匹配编辑 就是一对一的匹配专业的编辑去帮助它 然后它会给得奖者去做这个交流的论坛 让得奖者之间可以相互交流跟相互支持 然后它会给得奖者寻找发布的平台 然后帮助得奖者跟最终发表的媒体平台去对接 然后它会做一系列这种在幕后表面上看不见 但是对任何一个非虚构写作者都很重要的支持网络 所以这个是在场想要做的事情 第一季是其实是非常成功的 因为我们第一次做就收到了三四三百多个 三百五十多份申请吧 就是从前因为我们只有五个名额的 其实最初只有三个名额的奖金 是因为申请者太优秀了 然后就就是有点觉得太残忍了 只给三个 然后但是增加两个也就是五个 就是给出五份奖金 那这个奖金的规模 对于一个大概三个月左右的写作计划 是还算蛮不错的 就是两千美金到五千美金到七千美金 就是是一个挺好的 一个就是有点像是一个支付一个记者 一个月到三个月的人工吧 大概是这么一个 我们按照这个标准去设定的 那最后的发表的结果其实也真的蛮好的 所以然后在场会大概以每三个月到半年 然后做一季这样一季一季一季的做下去 我们早期的钱一部分是来自Metas 一部分是来自一些合作团 就是合作团体的支持 但是我们再往后就会开放群众 就是开放群众募资了 因为他他需要从大家这里得来的收入 然后然后再把它 然后也也会纳入进就是 就最终这些作品发表的稿费啊等等等等 然后他再返回给作者 所以一旦他的钱开始来源于群众 最后又回到他的作品的影响力 又回到群众的话 那他就是一个闭环这样子 对对对 以后会不会就是真的把它倒化之后 会不会有一个自己的金库 会一定会的 对对对 而且他是特别需要倒化的 因为这些就是我们在整个一季的工作下来 比如说你会发现申请者 然后申请者很多人想申请第二次 他们需要指导 然后评委 然后这个编辑 然后这个得奖者 得奖者之间 然后还有他们的 给他们上课的老师 他们都需要 他们都希望能够长期保持联系 事实上他们也是 他们可能有互相加 卫星啊推特脸书啊 什么等等的 对但这些 这些联系 其实已经形成了 所以我们会很希望他以更有 怎么讲 更能沉淀下来的方式 以一个道的方式继续下去吧 明白 杰平你要不要就是除了 之前就是我们在闲聊的时候 你还说你现在在台北开一家书店 要不要除了我们讲Matters这件事情 你可以给你的书店宣传一下 谢谢这个机会 就如果听众朋友们 有人在台北的话 欢迎来我新开的书店看一看 他的名字叫飞蒂 在这个西门町 搜一下可能就会搜得到 那飞蒂就是一个 我觉得飞蒂可能也是某一种 我觉得对我来说 Matters也好 Matters也是一个飞蒂了 就对我来说 我其实是前段时间 跟一些朋友在分享的时候 讲到过 我是突然发现 就是我可能十几年 二十年的媒体生涯 我好像一直在做 如果用一个母题 串起一切的话 好像就是飞蒂 就飞蒂是一个 它好像属于这里 又好像不属于这里的 这么一块存在 你可以把它形容为今天的 我觉得Web3世界 整个就是一个 人们在对Web2失望之后 建立起来的一个大飞蒂这样子 然后因为我自己一直以来在媒体做的 我做的新闻媒体的类型都比较特别 都是在广义的两岸三地吧 就是泛华语这个圈的媒体 我其实没有真的做过任何一个 很local的中国 或者是香港或者是台湾的媒体 但我做的都是一个泛华语媒体 就很多人都在至少在我们做之前 很多人不认为存在这样一个市场 或者是说觉得这个市场是不会成功的 因为好像就是大家只会关心自己在地的事情 但事实上不是的 就是你会发现这个 有这个需求的社群是非常是存在的 而且我们因为有同样的语言 所以我们的对彼此的沟通跟好奇 其实很多时候是很天然的 然后那然后web3我觉得 然后当然这个你说这个飞地 肯定也是因为它不满于 不满足于我们只做任何一个地方的本地 你总是想要在一只脚悬空看一看 这个大家的这个全局长什么样 对所以这个书店的命名是这个意思了 那它其实在台北也是会连接蛮多 在台湾以外的包括香港人在内的 各个地方的人的社群 就是不只是台湾人的 然后它会跟台湾本地有一个交流 那所以有点像是这一 对我来说Matters也是吧 就是你说它 它是一个华文的写作平台 它的作者来源其实非常多样 就是我有一些台湾朋友也会跟我讲说 Matters他现在还会在上面写的 主要原因就是他还能在上面看见 简体字的使用者在想什么 因为已经没有 已经很少有这样的平台能让这些不同地方的人 还在同一个公共空间里边 看见彼此在想什么 其实已经非常非常困难了 豆瓣什么 以前的豆瓣 以前的很多平台都不太能再延续这个功能了 所以变成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珍惜这块飞地 作为一个公共空间的原因 对 所以好像有点串起 我做的所有的事情的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母题吧 我同意我同意 我其实也是在 听到你讲你你在办书店 然后看到你之前办办端 然后现在办Matters整个历程 我是能感觉得到你一直是在创建这样一个飞地 然后所以就在这个飞地当中 我们这群in-betweeners 我们这群夹缝者能够去以书写的方式 以生产那些内容的方式 以相互连接的方式去继续着就是某一个某一个时间节点的某一种时空的一个一个延续 我觉得就是只要是我们这群人在 然后这个时空就在 然后这个飞地就会永远坚韧 然后就会一直在那 那今天就特别感谢杰平在现在台北时间的将近晚上两点钟 然后和我们web3revolution这个又小又糊的这个关于web3的小博客 有这么一场对话 然后也欢迎如果你是一个中文的内容创作者 欢迎你去matters.news这个平台上 然后去发现去创作 然后去和别人产生连接 然后谢谢你接屏 我也会继续关注你做的很多事情 然后感谢你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推特账号 w3revolution 然后有一个underscore.io 每天呢会发很多之前的节目的一些recap 和比较容易消化的行业内部的 以及最前沿的信息 也欢迎大家在spotify applepodcast上 还有小宇宙订阅我们的播客 以后会有更多的中文内容带给大家 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